大家好,我是电子六法全书的站长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如何做六法笔记跟我们每个资料夹的法规做超连接 即Word的超连接功能变速的应用 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之前有安装到西草里面的一个资料夹里面 所有的法规跟体库 那我们常用的这些母法 就是放在Low这个资料夹 总共有952个 然后还有Low3这个资料夹 这放我们的磁法总共有4795个 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所谓的 什么叫母法跟磁法 那我先打开索引档 打开索引档以后 你会我们来找一下中央法规标准法 我们打一下中央 那可以看到马上找到中央法规标准法 然后我们按一下连接 你会看到在第二条的地方 有规定法律得定名为法律条例通则 所有什么法什么条例都就是我们的母法 那在第三条 它有规到命令的话 就是我们行政机关公布的一些细则办法 它就是什么规程 规则细则办法 刚要标准准则 这是我放在我们Low3的资料夹 那这个Low8就是放我们题库的资料夹 这是简单介绍我们的资料夹放置法规的状况 那现在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笔记 我们看我们的笔记 如何做一个超连结 打开笔记以后 我们在笔记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我们要用习惯这个 因为它连接到名法第三条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三条做反白 然后我们可以用插入超连结 然后我们找一下我们的母法 它是Low 然后可以打一下名法 我们可以偷懒只打一个名 然后加入上一个星星 就可以把所有有名法的法规 都有名的法规都会列出来 然后选择 然后我们按确定 然后就 还要再加上第三条 那我们就按A3 我们就按确定 那你看我们现在按下去 就可以连到名法第三条的位置 它就连到名法第三条的位置了 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到 然后我们上一页我们刚刚的笔记的位置 我们要把这个笔记这一个文字贴在我们的 名法里面再按字 按Enter 然后我们可以刚刚已经有笔记 我们现在把它贴上 那记得把这个删掉 反白以后 我们可以用按右键 用剪刀把它剪掉 好 那现在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数捷 那我们现在一定要把它另存新档 不能用名法 不能用名法.docx这个档名 因为如果下次更新的话 有可能会覆盖不见你的这些文字 所以我们就用另存新档 在档案这里有一个另存新档 然后我们可以加自己喜欢的档名 比如说我们用104 然后我们按存档 然后你就看到已经名法104.docx 这个已经是新的一个档案了 那我们也可以用快速键 F12 就是另存新档 那现在的话 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档名了 可是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超连结 我们现在把它按一下 然后我们用这个快捷列这个超连结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它已经有一个西草的一个绝对的路径了 那我们的话 要把这个取消掉 删除掉 因为这样的话 免得你把这个资料复制到其他的Nonebook 还是随真帖 它是D槽的还是E槽的 你就没办法连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按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一样是可以连到 这个17年的判例的这个4号 一样可以连到到这个的位置 那我们再回到上一页 那你会发现每一个都需要更改 是不是非常的麻烦 那我们就是可以用功能变数的应用 首先功能变数的应用就是让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超连结的麻 那它的按键是在哪边呢 就是在档案 往下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选项 你把它按下去就会出现一个Word选项的视窗 在这个视窗下方有一个进阶 我们再把它按下去 然后我们就开始找我们要的功能 往下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显示文件内容 这边有一个显示功能变数代码 代替数值 我们把它打勾 我们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哇已经有这些断七八糟的码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在刚刚第二条位置 我们已经用把它已经把这个西草 这个每一个已经都删除掉了 那现在我们要把整篇 所有的法规里面的超连结的 这一个绝对的这个路径全部删除掉 所以我们就要采取用取代的方式 我们就用常用取代 那我们要取代就是对 就是这一个我们刚刚已经有复制上去这一段 好那我们已经复制上去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我们要取代什么呢 就是这个点点 然后我们就按点点 然后我们就按 全部取代 你看他已经取代了2788项 那么按确定 然后我们就按关闭 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回去把那一个选项数值 把它再打勾 在档案这位置 一样是这个选项打勾 可是我们可以用快速键了 快速键的位置是什么呢 快速键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用到 Auto F9 那我们试着按一下 会看到马上就不见了 我现在按了 哇就很干净了 那现在我们的话就是 我们就记得把它存档 记得存档哦 那存档以后 我们这样就可以试着来看看连连看哦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是在第二条的位置上 看我们现在再把测试看看 按上超人结 都已经没有绝对路径了 我们再找一个看看 一样没有绝对路径 那现在这个档案也有我们自己的笔记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做好这个整个笔记 还有超连结到其他法规的一个方式 现在我们把它连结到海商法第八条 他一样可以 我们的笔记 一样可以连结到海商法的第八条 好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好 谢谢 拜拜